埃隆·马斯克警告称 到2025年 AI服务可能会超过人类 这有可能吗 今天就给你们看一下 2023年 最新的人工智能统计数据列表 看得懂吗 这数据预测了从2021年 至2030年 全球人工智能AI的市场规模 从2021年的900亿美金 到2030年的1.8兆美金 1.8兆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一套海景别墅 100万美金 如果你手头上 有1.8兆美金 那你就可以买下 180万栋 而在短短的10年内 AI的增长价值 竟然可以超过20倍 从ChartGPT到自动驾驶汽车 人工智能是21世纪 最令人兴奋 也最具争议的技术趋势之一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上期视频我们有说到 用ChartGPT不是那么容易能赚钱的 不过它还是能用来辅助你们的视野 让你的视野 能够在一定的基础上 事半功倍 随着我们即将在2024年步入酒运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人工智能领域有多大 它的增长速度如何 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也会分享五个 我们普通人 怎么站在人工智能的风口上 用AI赚钱的方法 还没开始前 请记得点赞分享 和关注我的频道哦 没时间看完的朋友 记得先点击收藏我的影片 有时间再慢慢看 这样才不会错过重要的内容哦 系好安全带 我们开始了 人工智能AI是当今科技领域 最引人瞩目的领域之一 它指定是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 能够通过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 模仿和执行 类似于人类思维和决策的任务 AI的发展历程 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但直到最近几年 由于算法硬件和数据的突破 AI才迎来了爆发时的增长 当前 AI技术正呈现出多个重要的趋势 首先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将成为AI的核心 通过训练模型 使机器能够自动识别 和理解复杂的模式和数据 其次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 使得机器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 推动了语音识别 智能助理和机器翻译等领域的发展 此外 增强学习和自主智能系统 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为机器赋予了自主学习和决策的能力 我们先来看看大数据 目前 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价值超过1300亿美元 未来七年内 人工智能行业价值 预计将增长13倍以上 美国人工智能市场 预计将在2026年 达到2996.4亿美元 人工智能市场 在2022年至2030年间 以年均负荷增长率38.1%的速度扩张 到2025年 可能会有9700万人 从事人工智能相关工作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 预计每年至少增长120% 83%的公司声称 人工智能是他们商业计划的首要事项 Netflix每年通过自动化个性化推荐 获得10亿美元收入 48%的企业 使用人工智能有效地使用大数据 38%的医疗机构 在诊断中使用智能计算机 这些都不是我说的 是大数据统计的 由此可见 全球AI市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 2023年AI的市场规模 达到了2000亿美元 云计算 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展 为AI的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推动AI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 看这张图 这数据显示了 人工智能软件市场 2018到2025年的全球年收入 目前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00亿美金 2025年 预计年收入会超过1250亿美金 全球人工智能消费 在2021年已经达到550亿美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 和普及程度的提高 人工智能支出 在许多不同行业中增加 在2023年 全球人工智能消费 已经达到了1540亿美金 短短两年 已经增加了1000亿美金 这意味着 以全球80亿人口来计算 每个人一年 平均贡献了20美金 给了人工智能 你能够想象 未来几年内的消费额 会增长到多夸张吗 如果你目前从事的行业 已经或者将会使用人工智能 来赚钱 那我先恭喜你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你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再来看看这张图 83%的公司声称 在其业务战略中 使用人工智能 是首要任务 细分的话 你看看他们说了什么 7%的公司 目前不使用人工智能 但正在考虑使用 这些公司意识到 人工智能的潜力 正在进行战略规划和调研 以确定如何将其纳入业务中 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实现其应用 14%的公司 已测试了一些概念验证 但不是很成功 这些公司积极探索 人工智能的应用 但尚未完全解决技术 和实施方面的挑战 然而 他们的人工智能的潜力 保持着信心 并继续投入资源 进行研发和改进 以提高成功率 21%的公司 有一些有前途的概念验证 并计划扩大规模 这些企业 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看到了人工智能 对业务发展的积极影响 他们计划 进一步投资 和扩大应用领域 以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 25%的公司流程 已完全有人工智能支持 并已广泛采用 这些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成功地将其应用于业务的各个环节 他们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潜力 通过持续的创新和投资 不断提高业务效率和竞争力 33%的公司 已经开始实施 有限的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这些企业 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并开始在特定领域 进行试点和应用 他们正在寻找 适合资深业务的切入点 并希望通过经验积累 和逐步拓展 逐渐实现全面应用 从以上的数据来看 这反映出了人工智能 正逐渐渗透到企业的核心运营中 虽然一部分企业仍在起步阶段 但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 保持着乐观态度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人工智能将在企业发展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带来更高的效率 更优质的客户体验 以及更多的商业机会 因此 现在正是各企业积极探索 和应用人工智能的最佳时机 根据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态度 与未来展望 F-Center也做了大数据分析 这张图显示到2035年 各个行业的基准营收入 和使用了人工智能后的额外营收入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包括 销售 保险 银行 电信 医疗保健 制造业 零售业和营销等等 从云计算处理数据 到简化公司决策 人工智能产业 在各个业务领域 都有益息之地 可以看到到了2035年 各行各业使用了 人工智能后的额外营收入 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尤其是制造业 它有望从人工智能中 获得3.78万亿美元的收益 从基准营收入 8万亿美元来做对比 这差别可是非常的大了 根据Marketwatch的数据 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车辆 在全球范围内 每年的收入超过1700亿美元 证明其不仅仅是一个 新奇的立即市场 此外 Netflix的AI推荐技术 每年将会创造 10亿美元的收入 该流媒体平台 利用人工智能来个性化推荐 并根据观众的兴趣进行定制 许多消费者可能会认为 Netflix利用人工智能 就是他们最大的卖点之一 投资于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 无往会显著增加其收入 因为算法可以让消费者持续回归 我们也看到各大电商平台 比如淘宝 Lazada都开始使用 人工智能来操作了 物品促销价格 自动回复顾客信息 现在也通通是 人工智能一手包办了 在人工智能 逐渐普及的这个年代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大资本家 大企业家 如果运用人工智能 来辅助自己的生意 绝对能大赚一笔 可是这也让底层工人 面临了巨大的风险 也就是人工智能 即将会取代人类的工作 来看看这个数据 这是关于英国各行业部门的 就业份额 和到2030年 高风险自动化工作比例的数据 在英国污水和废料管理 被取代的风险最高 达到了62.6% 接下来是运输和储存 56.4% 制造业 46.4% 和批发零售贸易 44% 这些行业的工人 面临着被自动化取代的最大风险 许多人担心AI将继续夺走 人类工人的工作 从而导致就业危机 有些人甚至觉得 在AI使他们目前的工作 变得过时之前 是否应该开始寻找 新的职业解决方案 所以人工智能 也只是资本家 企业家玩得起吗 我们普通老百姓 真的就等着 慢慢被人工智能取代 然后被社会淘汰 上期视频我说过 只要善于利用AI 就能辅助你的视野 增加你的收入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 都是我亲自体验过 都有赚到点钱的 前提是 你要有一定的基础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 只要愿意花时间 多学习 多研究 也是行得通的 这里 我无私分享给大家 只希望你们 能给我一个点赞和关注 不过 如果你是那种 想要靠AI来一夜 报复的那种人 那我就麻烦你离开 不需要再看下去了 因为你不合适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Script Writing 自由业者 写视频脚本赚钱 不是新鲜事 不过有AI的帮助 绝对会事半功倍 如果你是从事报社编辑 或是文案赚稿人 Chat GPT和Jasper AI的出现 绝对可以 让你的工作更加轻松 或是让你能从事 freelance来赚取偶外收入 目前 Fiverr和AppWork市场 会比较大 你只需要在Fiverr 或AppWork注册一个卖家账号 设置好你的Gigs 就可以开始寻找客户 销售你的服务了 用Chat GPT写视频脚本 来赚钱很简单 当然我并不是说 你在Chat GPT上 输入一段子 请帮我写一个 一天出的YouTube视频脚本 题目是怎么在一天 赚一百万美金 然后直接拿着脚本 去交给客户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恭喜你 你的这个账户 可以拿去打掉重链了 一般上 要写出优质的视频脚本 是要从很多不同的文案中阅读 提取其中的精华 然后加入自己的内容与想法 再加以修正 在AI不普及的年代 这是非常费时费力的 正好现在有了Chat GPT 和Jasper AI 这些强大的人工智能 用他们来摘要文章 就可以省下大部分时间 剩下的内容 你就自己大概写过 然后交给Chat PT 去重组句子 及修正措辞 这样生产出来的脚本 不仅质量好 又省时间 这也代表了自由业者 可以有时间 接更多单生意 赚取更多收入 这当然不限于写脚本 写文案 技术写作 都能使用这种方法 接下来 就是掠缩图设计 Thumbnail Design 各位也知道 一部视频的流量 最大因素取决于它的掠缩图 掠缩图越吸引人 点击率越高 流量也自然越高 所以很多博主 也愿意花钱 购买优质的掠缩图 如果你会设计 优质的掠缩图 我推荐在Fiverr Upwork People Per Hour 这些自由业者网站 来赚取一些钱 目前最好用的 掠缩图设计工具 是IPPi和Canva 我个人比较喜欢Canva 它的选择非常多样化 有各式各样的 模板可以使用 而且它配备了 AI自动图画生成功能 我个人感觉 它生成的图片 比DaoE的还要好 这对设计掠缩图 有非常大的帮助 要注意的是 它一天只能生成100张图 超标了 就只能等隔天再用了 设计掠缩图 还是有学问的 如果你是小白 想随便用AI 设计一张掠缩图来赚钱 这是完全行不同的 要设计出一张优质的掠缩图 除了需要非常有吸引力的标题 字体的大小 颜色和排列方式 也非常关键 还得使用对比色 来吸引注意力 细节部分 我就不细说了 再说就没钱赚了 当然 这也不限于掠缩图设计 现在Photoshop的 AI Generative Fail功能非常强大 它除了可以移除 图片中不必要的物体 然后用AI创成式填充 改变人物或物体的显现方式 它还能够用来扩展图片 而且扩展出来的效果 可以说是接近完美 几乎看不出什么瑕疵 如果你的工作是平面设计师 这AI是不是能帮你 省下大量的时间 来完成更多作品呢 使用AI来写代码 这赚钱方法也一样 离不开自由业者网站 可是写代码的选择性更多 客户群也更庞大 你可以帮客户解决网站测试 和编程问题 也可以写一段 Panscript或MQL的 自动交易代码 或用Java Pattern写代码设计 App和网站 只要你有写代码的基础知识 你可以用ChatGPT 或Jasper来写代码了 你可以先给它一段指令 然后所有的参数值也给它 它就会直接生成一段代码 不过通常都不是完整的 而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出代码里的bug 叫AI更改 然后运行程序做debugging 一直重复 直到写出一段 可运行的代码 我自己也是有用 ChatGPT来写Excel的VBA程序 用它来自动记录库存 进货量 出货量 产品利润 收益等等的数据 比起以前 我需要自己慢慢摸索 上论坛求帮助 ChatGPT真的让写代码 方便了很多 当然 我还是要说 你需要有Programming的基础知识 小白的话 建议你到Solid Learn 去学学基础 再来考虑写代码赚钱 联盟营销的优点在于 你可以通过 推广他人的产品 而赚钱 这种模式下 你不需要处理客户服 不需要库存 也不需要经营成本 唯一的回报就是利润 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社交媒体账号 还有稳定的订阅人数 然而 联盟营销的挑战在于 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创建 能够引导销售的内容 要在其中赚钱 就变得非常困难 这也是大多数人 陷入困境的地方 在联盟营销世界中 最关键的就是创建内容和信息 说服某人 购买你所推广的产品 进而获得用金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容易 然而幸运的是 这正是人工智能 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这里我们用Jasper AI来讲解 它提供了几个模板 这些模板 在创建推广联盟产品的内容方面 非常宝贵 其中 最常用的包括 AIDA框架 它能吸引注意 唤起兴趣 激发欲望 呼唤行动 还有PAS框架 能针对问题 痛点 给出解决方案 这些营销模板 可以让你输入 有关你要销售的产品信息 然后 帮助你撰写有说服力的内容 你可以在自己的网站 电子邮件 通讯社交媒体 YouTube Piktok视频等平台上 使用这些内容 同时 你还可以利用Jasper的聊天功能 请求去为你撰写文案 销售页面 社交媒体帖子等 以便销售 你想要推广的任何产品 以Amazon为例 点击这个狗狗的饲料器和饮水机 如果你参加亚马逊联盟计划 每次有人点击你的链接 并购买该产品 你可以赚取约3美元的佣金 你只需从亚马逊页面上 复制产品标题和描述 然后将其粘贴到Jasper中 Jasper的AIDA营销框架 就会创建内容 然后你可以将这个文案 用于TikTok 社交媒体帖子 广告等等 只要有人通过你的链接 点击产品 就能赚钱了 需要留意的是 Jasper AI是需要付费的 要免费的话 就是用Chat CPT 毕竟他们使用的基础模型 都是GPT 3.5 只不过 Jasper有比较完整的营销框架 写出来的文案对比 Chat GPT也会比较优质 最后一点就是投资在AI市场 投资予以人工智能 为重点的企业或基金 是开展自己业务之外的 另一个选择 我在前面也给你们看了 那么多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未来市场 几乎是稳赚不亏的 随助人工智能的崛起 许多AI初创企业 也纷纷崛起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需要资金来实现成长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投资者可以获得 长期的良好回报 此外 AI的多样化 也能为这些投资 提供分散风险的好处 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NVIDIA 它主要业务是生产显卡 也被誉为显卡之王 而它目前也是 全球人工智能计算的龙头之一 我不久前在它160美金的时候 已经买下它的股票 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150%的回报率了 然而你们一定要记住 投资与企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 在进行人工智能投资之前 务必进行充分的禁止调查 仅仅因为一家公司或产品 包含人工智能 并不意味住 它一定能带来良好的回报 请花时间分析企业和产品的基本面 也请记住这句话 要投资 不要投机 巴菲特说过 if you aren't willing to own a stock for 10 years don't even think about owning it for 10 minutes 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持有一只股票至少十年 那么你还是死了这条 买股票的心吧 好了 看完了这五个方法 你们是不是觉得看起来也没那么难啊 不过要实操起来 好像还蛮难的 没错 所以我说要有耐心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始至以恒 是能让我们能 越赚越多钱的关键 无论你是经营YouTube 投资股票 做生意 道理都是一样 人工智能市场 显然有一个充满希望 和有利可图的未来 尽管存在对工作流失的担忧 但数据显示 这项技术将创造更多的初创企业 和就业机会 相比于破坏 这就更不值一提了 无论如何 人工智能肯定是当下 和未来的一部分 你越先把握先机 就离财富自由的日子不远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留言底下讨论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